題目說33加16的格子等於65 這種題目怎麼算 我先講一下 我剛看了一下同學的寫法 我知道你們懂 但是我不希望你們用跳的方式 怎麼寫你知道嗎 我教你的方法 反正這個16的格子要留下來 所以你把這個16的格子把你留在這邊 然後我教你的方法 你把那個等號都寫在固定的位置 看懂嗎 然後這65造型 好 你是把那個33移過完對不對 好 請問你33移過要變什麼 減33 因為它其實是加碼 所以一塊變什麼 減 所以16一個格子等於65-33是多少 是不是32 然後呢 再來把乘16移過來變什麼 變成除16 有沒有 乘16一塊變除16嘛 所以答案就出來 答案就變成了 32除以16變成了2 你注意喔 你要這樣寫才可以喔 你不能夠亂跳 因為你亂跳你會不知道為什麼 那我問你一個問題 我這樣東西就這樣寫啊 我跟你講 我之前教訓就正正能人這樣寫 還這樣寫喔 這是答案好了 它這樣寫的 你覺得它還寫什麼東西啊 我知道耶 我也知道它還寫的 它一直說 我把它移過來 然後一直寫等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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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喔 可是這樣寫就很乖 因為 你要記住喔 在數學式子裡面啊 你寫的每個等號啊 都要去 你能夠說明它為什麼會這樣等 聽懂嗎 可是我們兩個比較好 不要用個式子 這樣寫會比較好 這是為了你著想 因為你上課中之後啊 如果不這樣寫的話 你會出錯機率非常非常高 對 好 這裡我講一下你可以看 這邊 也一樣 18y就等於對不對 318 你會看到我怎麼寫 而且 我告訴你喔 像我這樣寫的話 你的錯誤率會很低 像這個地方不是你不會 是你常常會誤意犯一些不該犯的錯誤 好不好 你看這邊 你看在這裡喔 18y等於318 很明顯這個-6是不見的 你知道嗎 當你寫cog的時候 你就知道說 有東西不見了 不見跑到哪去了 跑到另外一邊來 所以-6一個外面 加6 對不對 好 接下來變多少變成18y等於 318加列變多少 變成呢 324 然後呢 y就等於324 來 乘18一塊變成什麼 除18 所以y就等於 來 324除以18是多少 數一下吧 324除以18 1 18 對不對 然後 4 這個是 4 然後這個是144 然後是8 剛好是144 所以答案就18 齁 你要這樣寫會比較好 而且我問你一個問題喔 你這樣寫啊 你多寫那些y啊 會讓你慢多少時間 我覺得不會超過五秒鐘 但它可以讓你準確率提高到 百分之九十到一百 但是我這樣寫會亂掉 哪裡亂掉 哪裡亂掉 你開裡這樣寫 你開裡這樣寫 你寫的每一行都能夠說明 其實是第一行變第二行 我覺得我其實完全不會亂掉 看到第一行變第二行 告訴你 有什麼不一樣 我是把那個-6以外面加6 對不對 啊第二行到第三行呢 它做了什麼事 兩個相加嘛 對不對 然後第三行到第四行呢 我只把誠實放在一個變存實發而已 聽懂嗎 會了齁 OK 好 這個禮拜寫上去